两大原因逼走杜兰特,明年回雷霆,球迷,千万别走詹姆斯的老路,根据美国媒体爆料,勇士巨头杜兰特很可能将在明年夏天重回雷霆,目前杜兰特的球员协议合同是1加1,这位记者表示,1加1合同,确保了杜兰特合同的灵活性,他将在明年夏天离开勇士,杜兰特在2016年加盟勇士, 外媒爆料2018-2019赛季,杜兰特将尽力冲击勇士三联冠,当拿到三联冠之后,KD将会回到雷霆,原因有以下两点,第一,威少和杜兰特的关系,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,威少也十分欢迎自己的这位老友重回雷霆,和自己强强联手,第二,杜兰特十分在意外界对其投敌度的称呼, 他希望在干净的球队证明自己的清白,阿渡这么做的目的,无疑是想在联盟历史上留下良好的地位,对于传闻杜兰特重回雷霆,球迷们看法各异,老雷霆球迷表示欢迎,回吧,真心希望,你们能重返雷霆王炸组合, 如果真这样,大胡子哈登也会认真考虑重返雷霆,完成自我救赎,那样的话我就原谅他了,也有球迷认为,阿渡依旧是太投机太功力了, 谍中谍啊,故意去勇士抢走库里FMVP然后回来再搞翻他们,然后再雷霆待上三年,夺得一挂转去快船,想不想回,和回不回得了是两回事,同时有的勇士球迷担忧,杜兰特的离开将对勇士造成巨大危机,没有,杜兰特上赛季勇士不一定能夺得了火箭,水花确实厉害, 但是现在光靠他俩投篮能投此几个呢?此外有人特别提到詹姆斯,千万别走詹姆斯的旧路,做自己就好,留在勇士,能提升历史地位,个人数据跟总冠军比起来,毫无意义,杜兰特不签长约就是随时准备走人,明年死神,汤神,考神,肯定都准备签长约,谁走都可能,按照张卫平指导的话来说, 嘿,你还别说,这个真有可能,对于杜兰特重回雷霆的传闻,你有什么想说的呢?